身边的这两位美女呢就是参加雪橇大战的参赛者 我们可以看出她们身上穿的服装是三个火箱手里面的角色 而后面呢这个雪橇也是她们自己装扮的 我们现在就开战了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雪橇大战的参赛者要身着盛装 乘着自己造型奇异的雪橇从雪坡上滑下 滑行的速度和滑出的距离并不是这次比赛的唯一评判标准 评委们更注重的是参赛者们的创意 五花八门的雪橇个个都创意十足 创作者们用丰富的想象力为自己的战车做了装饰 有来自外太空的UFO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木马 冒着烟的蒸汽机车 加勒比海盗 当然其中也少不了带有俄罗斯特色的雪橇 这个用塑料瓶制作的小屋 是俄罗斯童话故事中长着鸡爪子的木屋 有一次我们一起喝科瓦斯 然后我们就想要把这些瓶子都扔到哪里呢 于是我们决定用科瓦斯瓶制作这样的一个房子 来参加雪橇大战 就是这样 我在后面负责推 我们用四天时间制作出的房子 所以都没有注意到已经到了终点 我们的队伍是由森林消防队员组成的 所以我们决定以消防为题材制作自己的战车 很满意我们是抱着必胜的决心来的 我认为我们做到了 我们是代表公司来出战的 我们都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 因为可以在无聊的办公室生活之余 来放松一下自己 开心地玩一玩 这很棒 可以激发我们的灵感 去完成伟大的事业 特别是在春天 这样一个缺少维生素的季节 虽然已是二月下旬 莫斯科的温度仍然保持在零度左右 但豪爽的俄罗斯人并不畏惧寒冷 在参赛的队伍中 我们找到了冬勇爱好者 他们不仅在冰天雪地中 穿着条纹勇衣参赛 还要在装满水的泳池内 从雪坡上滑下 看来这条纹斯人组决定将搞怪进行到底 在决战前还做起了热身 我们想了很久 要把雪橇做成什么样 我们决定要以独特的方式 从雪坡上滑下来 我们特别期待夏天的到来 所以以这样的方式来互换春天和夏天 比赛的结果马上就要揭晓了 您支持的是哪一个队呢 不明飞行物队获得了铜牌 银牌的得主是消防英雄队 而摘得金牌的是热情似火的调温勇衣健将们 这样的结果也算忠望所归吧 谢谢大家